和对象在大山里边养墓儿 大家好 我是小草 前几天干活的时候 不是把胳膊给摔了一下吗 很多朋友说为啥第一时间不打电话 拍视频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信号 然后所以说没有网 只有固定的一点信 有一点地方有一点信号 但是我摔的地方他没有信号 我打了但是没法打通 这不是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很大的雨 下了一夜 我跟小鸡我们俩特别担心 因为这卷包刚扎完眼 说实话它是不能招水的 但是没有办法 你这个大地木耳 它就是靠天吃饭的 天气人为不能控制得了 小鸡不要给我拿个伞 我不用 我一个手机拿 我就一个手 我一个手拿手机我就没办法拿伞了 没事 我有两天没来 这一块呢地已经是扎完眼了 然后这一块的地呢是扎的有三分之一 我们俩来检查一下这个卷包 碰到哪了 我看一下 我们这个因为现在还没有挖排水沟嘛 所以来看一下 这会啥摆起来啊 立起来了这块 是 自己都你看这水冲了 自己冲出来一一条水沟 过几天的时候这个卷包滤完之后呀 都得都得挖排水沟 上边地是比较高一点 然后下边地是低 所以我们俩得下去看一下 能摆的就给它整一下子 都被风给刮开了都 昨天下的太大了 下了一整整一晚上 现在还在下 天气预报说今天要下 一整天的中雨呀 哎呀 发潮走 你看风一吹 又刮风又下雨啊 风一吹 这中间那个盖完草了 它就给吹开了嘛 小吉看到哪一块没有草了 就给它补点草 有的草就吹了一堆了 你知道没 把边儿吹成一堆的 雨现在越下越大了 我们走到这一块地了 你看到没 这一块就有点存水的 你下雨天你才会发现问题 那时候在哪挖水沟 核种注意哪一点 衣服都现在都有点湿透了 我们俩一绕着卷地 走一圈的话得要好长时间 正常的话 现在这个卷包是不能招水的 真的这真的是没有办法 这不可控因素 哎呀 地里好几台机器嘛 下边看完了 我们俩再往上边来看看 小吉来看一下上边的翻面机 有没有盖的盖盐是 能看到这个雨吧 其实 现实中比这个雨 比照的雨还要再大一些 上边这这个是在搭架子吗 架子上边架子快搭完了 然后这一块呢还没有开袋 还没有给它扎眼 不扎眼的话就不用管它 主要是下边扎眼的 下边已经大部分都给扎过眼了 来屋里拿的拿点这个小管 回家的时候 那个开始插管的 这木耳立完之后呢 就要开始用这个小管整喷头了